做爸爸的感覺是很奇妙的 沒有一個開心的感覺是跟做爸爸相提並論 第一個女兒出生那天的情況 到現在都是印象非常深刻 其實小時候因為爸爸很喜歡打桌球 周圍都有桌球室 電視經常會播一些桌球比賽 所以對這個運動即時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她覺得這個運動跟普通運動有點不同 之後就叫爸爸可不可以帶我上桌球室看看 一步一步就慢慢接觸到這個運動 覺得原來這個運動也挺好玩 真的沒有想過會有一天成為職業的桌球手 直至到可能十五六歲 慢慢越打越好才有這個做桌球手的夢想 跟太太是2011年結婚的 現在一個差不多十歲 另一個就是七歲 時間過得很快 不經不覺已經是差不多做了爸爸十年了 做了爸爸之後 自己覺得自己的事業更加緊要 因為其實之前覺得做所有事都是為了自己 但有了家庭之後 就要為了太太 為了兩個女兒的生活 自己在事業方面的推動力 各方面定下的目標都高了很多 其實做所有事都是圍繞著家庭 所以自己覺得做了爸爸之後責任大了 對我來說家庭背後的支持和推動力 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太太的角色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她真的是全職的家庭主婦 全職的媽媽 在兩個女兒出生後 就真的專心照顧我們的家人 她對我非常非常支持 她都叫我去 就是告訴我 比賽的時候要出外 就是要專心做好我的比賽 就是令到我有一個很安心的感覺 就是去比賽的時候 就不會有一個後顧之憂 太太對我來說 支持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很感恩 有家人的支持 2018年自己就 視網膜退化 就要做了激光手術 做了手術之後 就不可以打比賽一段時間 好像停了差不多半年 九個月 那段時間就沒有飛去各地比賽 有時自己都會擔心 慘了 如果眼睛真的之後 可能沒有辦法打回之前的球 究竟怎麼辦呢 有時有些什麼大小的煩惱 都會跟太太去談 大家有些什麼事都不會收藏 我想跟家人的傾訴是很重要的 譬如遇到大小的問題 你有時自己根本上自己想不通 第一個感覺當然是要去處理這個眼疾 但其實某程度上自己都有一點開心 因為可以留在香港一段時間 可以陪在家人 整體來說都可以 做一些平時 可能沒有機會跟他們去做的事 例如有時出席一些 他們跟朋友的生日會 經常都會撕收這些機會 或者他們學校的聖誕表演 什麼表演經常都出席不了 現在終於有機會可以陪他們上學 去做這些事 我當然一定要很感謝我太太 因為她真的在我的事業方面幫助了我很多 基本上家裡大大小小的事務都是她處理的 兩個女兒的學業 至到家裡的所有東西都是她一手一腳去做了 所以這一方面很感謝太太一直以來對我們家裡的付出 以及對我的支持 兩個女兒我其實很簡單 都是希望她們健康發落成長 很多時在香港都希望能夠花多時間陪兩個女兒 希望能夠看著她們發落成長 我不希望兩個女兒都將來 一定要學錯課一定要認識的 一定要代表香港出賽的 不會是這樣 想幫她們找到她們喜歡做什麼 她們有興趣做什麼 這是她們有天分的 這些我覺得反而要花多一點心思 在這方面幫她們去做到她們喜歡的東西 幫她們在她們的行業可以做到頂尖 我覺得這件事作為父母 經常都要跟自己說 這方面一定要很清晰 一定要去幫她們去開展她們自己的一條路 作為爸爸就已經很開心